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法剧辟域经 在大政杖第四册 604页 下栏到605页中栏 过去 斯赫迭国中有一座大山 名叫施修遮他山 这座山中住了五百多位梵志 梵志是婆罗门的意思 或是修清净行 立志 求得真理的修行人 这些梵志各个都证得了神通 他们彼此讨论着说 我们所证得的就是涅槃 涅槃在佛教最早的看法 它就是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永远断尽 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子 所证得的就是涅槃 佛在菩利树下证悟成佛不久 开始转法轮 开始干入法门 这些梵志虽然听说了这件事 却没有前往拜见亲近佛 不过由于他们过去累积的福德 今生应当得度 于是佛便独自前往这些梵志居住的地方 来到路口便坐在一棵树下入定 身放光明 照遍整座山 远远看过去就好像山林燃起熊熊大火一般 贩子们很惊慌害怕 赶紧持咒喷水 想要将火焰浇熄 大家使出全部的神通力 但不管怎么样都无法熄灭火焰 这些贩子觉得很奇怪 便纷纷离开 从山林中走出来 远远的看到世尊在树下禅坐 就好像太阳从金山的一旁升起 向好光明 就好像明月处在夜空的群星之中 佛叫梵志坐下 并且问他们从哪里来 梵志回答 我们在这座山中修行很久了 今天早上 森林突然起火 烧遍山林 我们很害怕 所以才走出来 佛告诉梵志 这是福德的火焰 不会损伤任何人 它能灭除你们的愚痴烦恼 梵志 梵志师徒彼此相望 说 这位修行人是谁 我们所知的九十六种派笔中 从来不曾看过这样的修行人 梵志的师父说 曾听说白智王的儿子 曾听说白晋王的儿子 名叫西达 梵志经法 梵志无碍 天文 地理 王者 治国统治人民之法 及九十六种道数 所应刑法 这些 经所说的是涅槃法吗 希望佛 为我们解说 开导一下 佛告诉梵志 仔细听 并好好思维 我从过去 无数节以来 经常修学此经 也正得五神通 能移动大山 也能够让大水止住不留 但经历无量的生死 既不得涅槃 也没有听说过 谁修学这些梵志经法 而得到的 所以 像你们这样的修行 并非真正的梵志 于是 世尊说了一段寄送 大意如下 截断烦恼的曝流 安然度到彼岸 如犯一样 清静 没有贪欲 知道一切有违法 无常灭尽 知与行都具足完备 这样才可以称为梵志 行不二法门 知行合一 清静无染 度烦恼和 远离一切的贪欲烦恼 这才名为梵志 并不是解法纪 就名为梵志 必须要有诚实的行为 依法而行 有清静高洁的品德 才名为贤善之人 只是修饰头法 解法纪 而没有智慧 即使穿着草衣 修苦行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若内心不能舍离执着 即使舍离外物 却没有去除内心的贪欲 那有什么利益呢 必须去除贪 撑 撑 吃 慢 疑等种种烦恼 就像舍脱去旧的皮一样 得到新生 这才名为梵志 断除世间俗世间俗世 口不出粗暴恶言 如是通达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 正经济 正念正定 这才可称为梵志 已经断除恩爱 离开家庭的束缚 无欲无求 一切的爱作已经断尽 名为梵志 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 也不堕入诸天聚集的地方 不堕入一切众生聚集的地方 也就是超越三界 视为梵志 自己能知道过去世 知道生从何来 能够断除生死轮回 有殊胜的智慧 通达奥妙的道理 明了一切法 而内心极静 烦恼止息 视为梵志 佛说这段祭诵之后 告诉各位梵志说 你们自以为 所修学的法 已经得到涅槃 其实只是如少水之鱼 哪里有长久的快乐呢 根本是一无所有 梵志们听了佛的开示 内心非常喜悦 常跪在佛前 对佛说 我们愿意作为您的弟子 佛陛慈悲答应了 于是他们的头发自行堕落 而成为沙门 由于他们过去本行清静 因而很快地得到成为阿罗汉 一旁听闻的天龙鬼神等 也都证得到果 这一则故事 是说 什么才是梵志 也就是说 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他需要具备几种要素 我们反省一下自己 是不是知行合一 是否能够以知恶令数断 已经知道哪里过失 有没有很快地把它断除 就像蛇脱去旧的皮一样 得到新生 我们也是一样 去族过去种种的恶习 得到新生 真正重要的是断除内心的烦恼 而不是舍弃外在的装饰与虚法 即使穿着破旧的衣服 修苦行 只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利益呢 且修行人必须要有诚实的言行 不是外表装个样子 就是修行人 也不是自己吹嘘一番 就代表自己很有修行 就像青蛙鼓起下巴 无论如何吹气 也没办法像牛那么大呀 我们反省自己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光明 能破除自己的无明黑暗 自己能不能点燃智慧灯 指引众生一条解脱成佛的大道 真能做到以上这些 才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 以上与这些 与大家共勉 有点兴趣的一位真正的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